第四個要件是否有逃亡之餘或创證之餘 必須要依照刑事送法 羈押的供應要件來判斷 而羈押的部分還有三個程序要件 第一是犯罪協議重大 這部分合一庭依然認為說 確實犯罪協議重大 至於第二個要件的部分 就是有沒有逃亡之餘 或者篡證之餘 在這部分因為已經經過四次的程序 認為說 篡證的部分就核心的證人部分 他已經結問完畢 所以本案的核心部分已經無篡證之餘 至於其他的證人部分 均非本案審理的核心事項 所以在所謂的羈押的必要性裡面 沒辦法合乎憲法的比例原則 至於逃亡之餘的部分 雖然說 沒辦法完全排除有逃亡的可能性 但是因為羈押是最嚴厲 最強的一個最後手段 因為他11個人在還沒有被 有罪證之前 就失去的自由 因此核心認為說 如果有其他的手段 可以降低他逃亡的風險的部分 他不應該用最強烈 最嚴厲 最嚴厲的手段來移押 所以認為說經過 比例原則的審核 還是認為說沒有移押的必要性 因此核心庭在經過斟酌之後 還是認為說 本件確實沒有移押必要性 因此 維持原裁定 會不會有些人 會不會有些人